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得奖的作品 称为《小飞》 那是以鸟龙作为主题 龙居是出现于5060年代 那使用这个主题是来表现 现代人的生活空间越来越狭小 那我的画面是使用超现实绘画手法 来穿插大大小小的鸟龙 先勾勒出鸟龙的形状 那再使用墨色和黑色水干 一层一层的做出基底 那再描绘出鸟龙的细部 画面中主题是有一个脸长出牡丹花 然后外面挂着鸟龙的名字 那它是象征着文式的花朵 因为很多小孩都被帮忙保护好好的 我就用这个来表示 是它对于外在艰辛的生活 就是不知情 但是我用牡丹花作为象征 是因为牡丹花常常给人家联想 是性跟富贵的意义 就跟被关在鸟龙卷须的男子 就是形成一个情绪的对比 一个是感觉很无奈 母甘的女子的话就是 她怎么样都不在乎 就是整个画面中 就是仿佛禁止 只有纸飞机跟白色格子 呈现动态的样貌 那我把它代表着希望 就是象征着 总有一天就是困苦的绝望 总一定会 就是会脱离这个痛苦 所以在这件作品里面 希望跟绝望是共存的 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 就是有时候比较害羞 可能越来越长大 越来越害羞 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 所以有时候就是透过画面 画面来表示自己想要表达什么 对 因为好像很多人都会 就是透过这个广告 来抒发自己的情绪这样 这次我是比较使用 大量的黑色 但是我以往是比较多色彩 这次的作品是比较呈现暗色 重点是的 带一点颜色 感谢主办单位 就是一直用心的举办比赛 让大家有发挥的舞台 那也感谢评审老师的肯定 与感谢我的家人朋友 一直跟我支持鼓励 那最后也谢谢自己 一直一路坚持到现在 这样 谢谢